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剛從外面忙完事情,一回來就看見了 我的老朋友寶勝發了兩段視頻 是他的律師自詢郭文貴的視頻 文貴不是把寶勝告到法庭了嗎? 在這兩段視頻當中,文貴用他自己的嘴戳破了 過去他吹了很多的牛,殺了很多的王 一定是讓那些鍋粉,讓一些小螞蟻 一定是大跌眼鏡,大呼上當 比如說文貴過去曾經吹牛,說他是美國公民 而且還要跟這個偉師打賭 說我們兩個都帶著美國護照,誰拿不出來 就賠一百萬 不止一個場合他說過這種話 說他是美國公民 還說他特別喜歡炫富 比如說他曾經說我現在訂了一個遊艇 花了多少多少錢 我現在這個豪宅值多少多少錢 我的飛機什麼時候買的,過去值多少錢 現在又值多少錢 然後他就開始罵那些沒有他有錢的人 比如說民運,你們都是窮鬼,都是要飯的 實際上民運裡面很多人還是相當富裕的 最富裕的我就不說了,跟巴菲特一個級別的了 現在可能忙著沒時間搞民運了 不提他的名字 那麼還有一大批人 他們是在美國有非常好的收入,非常好的工作 比如說在華爾街有工作的 你像浙江民主黨的當年的創始人領袖 王友柴,他就是在華爾街的精英人士 收入相當不錯 每年拿出很多錢來支援國內的同道 那麼還有啊,在矽谷的這邊 你看過去的六四的學生領袖 像方正啊,像周峰鎖啊 他們在美國都算是中上等收入的 但是呢,自己日子雖然過得不錯 但是他絕對不會放棄自己民運的責任 而且拿出錢來支援國內的同道 成立民主教育基金會,成立人道中國 都是拿自己的錢來支助民運的 這樣的民主同道還有很多 比如說像我的老師徐文利先生 過去也是在美國布朗大學擔任高級研究員的 收入也相當不錯 那個時候他也拿出很多錢來 現在退休了,還在繼續支助國內的同道 這是真正的民運人 讓郭文貴這麼一說呢,非常的不堪 說你們都是要犯的 那麼現在看起來呢,情況啊,正好相反 民運的這些人不是要犯的 他們是送犯的,而文貴呢,自己才是要犯的 因為他說了,他在這個視頻裡面說了 那這些飛機、遊艇、豪宅都不是我的 都是別人的,只不過是我在用而已了 那麼律師就問他了,說你現在還有多少資產呢? 他說我現在根本沒錢,負資產 為什麼呢?律師問他,說那你怎麼生活的? 文貴說我都是借錢度日啊 所以說我一定要告郭寶勝啊 因為他這個堵了我的財路啊 我現在是借錢度日 按文貴自己的話說,這就是要犯的啊 真正的要犯的是文貴啊 不是寶勝也不是其他的民運人士啊 那這都是一些私德問題啊 他要不要犯,這真是無所謂 咱們不歧視窮人 但是呢,如果一個人窮 他還要靠詐騙的方法想辯富 那這就是個大問題 所以在這個視頻裡面呢,就揭示出來 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在前幾天之前,文貴還不是告訴大家 說他先捐一億美金 作為這個法治基金的一個秘密捐款 然後呢,號召全世界的 郭焚、小螞蟻 全世界的反共的民主的這些人呢 都來給法治基金捐款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一億就是子虛無有的啊 這就是在詐騙啊 這就是啊,他不拿自己啊,來當托 說我先捐一億,你們跟著上吧 實際上他一分錢都沒捐 他一分錢都沒有 他現在自己都是靠借錢度日式的 那麼這種詐騙行為 那是絕對要阻止的 這種詐騙行為啊,這是違法的 那我相信呢,文貴啊,這麼搞下去 肯定會有更多的官司 甚至是還會有刑事的官司來找上他 我也希望啊,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要上當了 那麼經過這一次啊 這兩個視頻,我相信呢 這個郭文貴現象 持續了將近兩年時間的郭文貴現象 就正式結束了 那些郭粉,那些螞蟻 這次啊,應當就會一轟而散了 那麼可能還會剩下一些 在郭文貴這個粉絲裡面呢 一共有三種人啊 第一種呢,是真心的想反共的 想追求民主的 咱們看見,這個人有能力又有錢 這個又有反共的決心出來了 那我們就要支持他 這批人呢 社會經驗不足,判斷力不足 或者是在國內受到的這個信息封鎖的情況下 得到的資訊不全 沒有辦法呀,完全的了解郭文貴這個人 這是一部分人 但是通過看到這兩個視頻呢 那肯定就對他呀,非常的了解了 這批人肯定會散去 第二批人呢,是想跟著郭文貴啊 分一杯羹,得點好處 這批人呢,可能不多 就是郭文貴身邊那些關鍵的那些人 那麼我相信呢,這兩個視頻他們看見之後 一定是啊,這個打諾門牙獲血騰 過去跟著郭文貴啊,做的那些壞事 造的那些謠 說對其他的這些民運同道啊 所進行的那些攻擊 那現在都是白做了 郭文貴自己都沒錢了 怎麼自己都沒有粥喝了 怎麼能分你一杯羹呢 所以說啊,這些人也會散去 那麼還有第三批,第三種鍋粉 他們就是啊,共產黨的五毛 是他們派過來 當郭文貴啊,一開始攻擊民運的時候 一開始啊,在海外這些反共社群裡面呢 叫渾水的時候,他們就跟著起哄 啊,文貴說的好 比如說文貴,他還罵了 吳建民,你就是個騙子 那麼那些人就說啊,吳建民是騙子 他們罵了啊,李一平,你就是個小丑 那些人就說,李一平就是個小丑,就是個嘴炮 這一批人呢,他們不會散去 只要郭文貴還在繼續攻擊民運 那麼他們就會繼續跟著起哄 但是呢,好歹,好在啊 這些人,他們的人數啊,總之是有限的 現在中共這個財政不是緊張嗎 而且這些人呢,關鍵是他沒什麼影響力 你想想有一些啊,很多 現在就是在中國的監獄裡面服刑的那些刑事犯 對他們來講,發個帖子啊 就是要爭取減刑的 這麼一種肚力而已 他們在社會上哪裡有影響力呢 所以說就由他們去 那麼,當真正的郭粉,真正的螞蟻散去之後 那麼這個郭文貴現象也就該終結了 他自己願意怎麼蹦談,怎麼蹦談 真正的他當年呢,2017年開始掛起的那股爆料旋風 最後啊,蛻變到現在就可以結束了 該結束了,一定會結束了 這個事情呢,沒想到啊,是由啊,保勝來完成的 保勝過去是當牧師的,牧師有一個職責 就是啊,在人死的時候,給人家舉行葬禮,給人家送終 沒想到啊,這次他是親自,雖然不當牧師了 但是還是親自為郭文貴現象 為郭文貴爆料這股旋風啊,給他送終了 把他送進了棺材,盯上了最後的一顆釘子 文貴這個人過去曾經攻擊過很多的民主同道 包括建民,也包括我自己,還污衊過全民公正 說我們是釣魚 他對民主運動的破壞,實際上是非常大的 但是這次啊,看見他以這樣的一種方式來結局 看見他這麼慘淡的收場 我應當感覺到高興,但是呢,實際上啊,高興不起來 而更多的是感覺到啊,可惜 如果是有一個人,他真正的有民主理念 有一個人呢,他真正的有基本的人格擔當 又有文貴這種膽量,又有文貴這種能力 那該多好,那該是對中國民主運動 多麼大的一個助推力啊,很可惜啊 那文貴這個人呢,膽子特別的大 他剛開始一出來,我就是非常欣賞的 因為他過去啊,曾經是一個國安部裡面的一個商幹 是體制內的議員,那後來在權力鬥爭當中 他站錯了隊,他所在的這個派系啊,被全面的打倒了 他僥倖逃脫之後,如果是按照其他的共產黨的這些官員的做法 那幾乎就是坐以待斃啊 但是這個人呢,比其他的共產黨人,他的膽子大 他的反骨,還是有一定的反骨的 那麼他在這個時候啊,不甘,任人宰割 他反咬一口,反割一擊,這是需要膽量的 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混過的那些人 知道中共的這個心狠手大這些人 你搞這樣的動作,那確實是需要膽量的 所以啊,這個膽量它是有的 那這是幹事情必須的一個必要條件 那第二點呢,是他有能力 什麼能力呢?就是造勢的能力 這是在中國搞革命非常需要的 現代革命,跟過去陳盛吳廣 甚至跟曾中山黃欣那個時候搞革命不一樣 不是說啊,要你抄起家夥,就去搞武裝暴動 現代革命,主要是顏色革命,主要是街頭革命 街頭革命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一個能力 就是鼓動蜂巢的能力 怎麼樣鼓動蜂巢呢?首先呢,就是你要放出一些信息 讓大家都來關注 郭文貴的爆料,就是這樣子 他一爆料了,很多人就都來關注了 那麼這些關注者就會變成你的支持者 你要持續的這樣做下去的話 他們就會變成支持者 這批支持者就會把你的這個信息再進一步的擴大 進一步的增加你的影響力 那麼到了最後呢 當整個社會的這種反抗情緒啊 不滿情緒成熟的時候 那麼這種影響力就會瞬間的轉化為行動的號召能力 所以說啊,造勢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而文貴呢,他真是有這種能力 我記得2017年初他在明鏡開始爆料的第一集的時候 我一看呢,眼前這個眼睛未知一亮 說這個人呢,相當的厲害啊 在這麼大的壓力面前,侃侃而談,從容淡定 非常了不起,我還跟他發了個私信 告訴他,幹得好 他也跟我回信了 後來呢,他的這種能力啊 就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很多人都過來支持他 我記得在高峰時期 他在推特上面的粉絲達到了49萬多 將近50萬 那其中有很多人是辛辛苦苦的 從國內翻牆來支持他的 這是當時啊,形勢對他非常好 不僅僅是普通的這些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來成為他的粉絲 很多長期從事民主自由的運動的這些人 也成了他的粉絲 也成了他的支持者 所以當時對他來講啊 如果他是想從事反共民主運動 那形勢真是一片大好 如果他是想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領軍人物 並不是沒有條件的 他當時的這個資格 他當時的這個條件是最好的 但是 明明是一手好牌 為什麼後來啊 讓他打成 湊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讓他輸個金光呢 我下面呢 就來給大家分析一下 那我說這些啊 並不是想批評他 批評他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了 鞭打一個死馬 有意思嗎?沒有意思了 我說這些啊 主要是想給將來的那些啊 想從事反共民主運動的人 想領導反共民主運動的人 那些有能力有才幹有魄力的那些人 我想給大家提出一下這個忠告 讓郭文貴成為大家的前車之艦 讓大家從這一件事情當中啊 吸取教訓 首先呢 郭文貴輸 輸在他呀 沒有理念 那沒有理念的人呢 他自己做事情的 原則是什麼呢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個人的利益 個人的私利 有一個事業 我不是說要大家啊 來變成這個 自打自攻的這種聖人 這種聖人呢 那是一千年都出不了一個的 不是的 我是說要大家在 在保持自己私利的同時 一定要把這個事業 要放在個人的小力之上 這才是幹大事的人 那麼沒有信念的人呢 他就是把個人的私利 要置於這個事業之上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因為私利它是很容易受周邊的很多的環境的影響的 受周邊的很多條件的影響的 所以他一定是 如果是追求個人私利的人 一旦捲入政治裡面 他一定是首屬兩端搖擺不定的 這就是郭文貴過去兩年來 所呈現給大家的一種狀態 那首先呢 他是說我出來爆料 就是要保財保命 要報仇 這個說的一定程度上是真話 但是後來他一看見 這個支持他的人 大部分是 這個贊成中國民主自由的人 那麼他很快就說了 我要追求中國自由法治 但是呢 他又不想得罪共產黨 又不想跟共產黨徹底的翻臉 還想跟中共勾兌 所以他說我不反共不反習 不反國家 他就是所謂的郭七條 雖然那郭七條 從文字上來看狗屁不通 但是呢 真是反映了他當時的那種思想狀態 就是搖擺不定 手屬兩端 到處都想討好 又到處不能討好 又想跟共產黨 來叫一叫勁 然後呢 來跟他 找到一些籌碼 來跟他們談判 來贏得個人的私利 那後來呢 中共啊 就放了一些誘餌 就讓他上勾了 上勾了之後 他就覺得勾兌成功了 那麼共產黨當然 不是白白的去給他一些誘餌的 那是一定要逼著他呀 要交投名狀 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說後來 不是在2017年8月份 他就寫了一個 這個 這個投誠書嗎 不是說要為中共啊 要再立新功嗎 他過去曾經立過三次一等功 現在要再立新功 要給共產黨給他一個機會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啊 他對民主運動的那裡面的那一些同道的這個攻擊啊 那就非常的大了 那就正式開始了 所以就開始為中共幹活 那個時候他就跟體制啊 又重新呈現出某種結合的這種狀態 那麼後來 等到他把民主運動啊 就等到2018年 他把民主運動的這個民主派的 真正的民主派的人裡面呢 得罪光了啊 把大家都變成了仇人了 對共產黨來講 他就是一個棄子了 他就是啊 一個沒用的看門狗了 這個時候就把他一腳踢開 把他的財產啊 把他沉浸在他名下的啊 由他帶吃的那些財產正式的收回去了 讓他死了這條心 死了這條心之後啊 他就開始反共了 說共產黨啊 那是啊 最大的敵人 人類的這個毒牛啊 甚至也開始反習了 過去信誓旦旦的啊 不反黨不反習不反國家 那現在啊 他就全反了 就是這麼樣顛來倒去 你想想這一個人的誠信 怎麼維持得住 真正的從事政治運動的人 你一定要有一個定力 在任何情況下 你要堅持自己的目標 不能動搖啊 你目標就動搖了 那人家怎麼追隨你呢 你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 一會兒向前一會兒往後拼命的跑 這個時候那些追隨者 他就會看透你 稍微有判斷能力的這些知識者 就會拋棄你啊 所以這是一個大的弊病 解決這個毛病呢 唯一的一個辦法啊 唯一的一個辦法 就是啊 你如果從事民主運動 從事政治運動 一定要把信念 要把個人政治目標 放在個人的利益之上 這個時候你才能夠有定力 這是第一點 郭文貴失敗的第二個原因 就是這個人呢 誠信缺失 食言而肥 經常說話不算數 比如說剛開始的時候 他告訴網友 說他要跟以色列進行技術合作 踏出10億美金 以色列研發出一款 新的軟件 能夠破出長城防火牆 能夠讓大家不用翻牆 就能出來看到他爆料 當時很多支持者啊 荒乎雀躍 但是呢 這件事情後來就沒有下文了 當然大家也對他相當的寬容 不去追究了 後來他又推流 說是在瑞典或者瑞士 有什麼人呢 要跟他投資30億美金呢 要他搞郭媒體 這個就有很多人就打個問號了 你搞一個網路媒體 用得著30億美金嘛 結果後來郭媒體 搞了半天 最後只有2萬人 2萬訂閱 你說這種媒體 他值30億美金嘛 我看呢 值30美金差不多 後來呢 更離譜了 欺騙所有的這些網友 忽悠所有這些網友 說他要搞一個全球發佈會 這場發佈會上面有重量級的人物出現 他自己當然也要出現了 這次發佈會他還要爆猛料 一旦爆出來啊 中共的這個十九大就開不成了 他這個發佈會是要和十九大同時召開的 那後來到了十九大 中共十九大召開的時候啊 他就不見了 好多天不露面了 那這個也沒有一個交代 這種事情呢 每一次他吹牛 每一次他食言 他不兌現他的承諾 都是在損害他自己的誠信 損害他自己的誠信 那麼不僅僅是對廣大網友這樣 他對他自己的這個團隊裡面的人 對他那些啊 親近的追隨者也是這樣 你比如說啊 他給昭明說要給昭明一百萬 讓他專職的從事這個挺郭 專職的這個來協助爆料 結果呢 昭明苦等一等再等 最後收不到 但是呢 最後變成了這一百萬美金呢 變成了一百萬的新一款 很可憐的昭明啊 對郭文貴啊 真是安前馬後啊 效力了這麼長時間 你不給錢就算了 我相信昭明呢 可能也不至於啊 真正的這個指望著他這個錢呢 來過日子 但是你不要這麼玩弄昭明好不好 但是昭明現在呢 我不知道他做何感想啊 現在可能還在挺郭 但是 自從這個媒體 這個 律師自詢的這個視頻出來之後 我相信昭明呢 已經醒悟了 郭文貴啊 這麼做 不是說他不得已 是他有意在騙他 我相信大家 有意在騙這些追隨者 這麼搞下去 誠信呢 就完全喪失了 完全喪失了 你既沒有廣大網友的支持 你自己的那個團隊也都維持不住了 這樣的情況下 怎麼能夠搞得成事情 所以將來的那些有志於從事反共民主運動的人 大家一定要記得 你要想維持一個團隊 要想這個團隊在社會上有影響力 誠信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中共在過去不講誠信 但是我們如果要跟他們一樣學 如果我們跟他們呢 比誰黑 誰不講誠信 那麼我們就失敗了 因為我們比不過他們 真正的能夠擊敗中共的 我們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 他們不講誠信 那麼我們呢 就一定要堅持我們自己的行事的方式 我們要光明正大 我們要以正道來擊潰他那個邪道 如果跟他呀 在邪道上面競爭 我們競爭不過他 我們用正道來壓垮他那個邪道 我們才能夠最終戰勝他們 文貴呢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毛病 就是這個人心胸狹隘 雅致必爆 任何人只要說一點點 對不起 這個他不喜歡聽的話 他認為對不住他的話 那麼他就很快 這個火爆脾氣一下子就爆了 一定要反擊 一定要報復 一定要攻擊別人 有一些啊 純粹是他自己意想出來的 有一些純粹是他呀 這個理解能力有問題 他都要把這些人呢 當著他的敵人來進行攻擊 你比如說像張立凡老先生 那在國內的是一個很知名的 這個學者 自由派的學者 那麼對這個事情發表幾句啊 這個看法 也是他作為啊 老江湖啊 社會閱歷甚廣的人 來給大家提供一個參考意見 說實在的 一個正常的人 面對著這樣一種評價的話 他也沒有直接的攻擊 他就被郭文貴啊 那就一笑了之了啊 由他自己去了 但是郭文貴忍不住啊 就把張這個張立凡先生呢 就罵成是張痣瘡 夏業良先生 本來呢 他是跟郭文貴是要合作的 只不過他是個學者啊 他是一個這個讀書人 郭文貴說要給他十億美金 還是一百億美金啊 來搞這個民運 他就信以為真 就真是要郭文貴啊給錢 郭文貴馬上就翻臉了 由於以前的 把夏業良說成是啊 諸葛亮啊 比諸葛亮還厲害的 是司馬懿 但是一翻臉 夏業良就成了騙子了 夏業良啊 就成了小丑了 那麼這種事件呢 這種事例啊 那我們可以舉很多出來 據說後來啊 郭粉列了一個表 列了一百多人 就是郭文貴反對的人 郭文貴的仇人 你想想海外民運 國內民運裡面 這些知名的人為 一共有多少啊 居然有一百多人 都成了郭文貴的仇人 你說他這個民主運動 怎麼搞 他怎麼可能來領導民主運動 怎麼可能來從事民主運動 他把絕大部分的這些同道啊 都當成了敵人 他這是在搞民主運動嗎 這是在給中共幫忙啊 這是在破壞民主運動啊 真正的要搞一番事業的人 一定不能有個人的私仇 一定不能把朋友 一定不能把旁觀者 變成自己的敵人 別人說什麼 由他去說去嘛 時間過了 大家自然會認識到你 你一直堅持下去 最後啊 大家一定會認識到你真實的面目 那個時候啊 再反對你的人 他不是你的私敵 他是你事業上的對手 事業上的敵人 那就沒什麼話說 每一個政治事業 他一定有對手 一定有敵人的 但是真正的從事政治的人 一定不能有私底 不能因為個人的原因 來製造敵人 來劫仇 而郭文貴呢 在這方面呢 真是堪稱典範 任何人只要他一不高興 他就是開罵了 然後呢 一定要把人呢 罵得祖宗八代 一定要把這個人呢 變成他的仇人 即使是那個人呢 過去對他很好 他可以翻臉無情 你像趙岩 過去啊 真也是啊 真是可以說 就是供他使喚的 這麼一個角色 說翻臉就翻臉 第四點 大家應當從郭文貴事件當中 吸取的教訓 就是啊 不能夠啊 太自戀 不能夠啊 悟空一切 不能夠剛愎自用 文貴啊 就是非常自戀的一個人 大家看他一年一天呢 換多少套衣服 就知道這個人呢 非常自戀 有一種變態的自戀 那麼他對自己啊 非常的有信心啊 對自己啊 非常的這個愛護啊 認為所有其他的人 都是啊 應當圍繞著自己 都是供自己使喚的 在他的身邊 他是最聰明的人啊 在他身邊的都是馬仔 都是供使喚用的 那麼任何人不聽他的話 那就是一頓訓斥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就形成不了一個團隊 他就沒有真正的戰友 沒有真正的同事 也沒有參謀 沒有朋友沒有老師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認為他自己最聰明 那麼他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愚昧的人 聰明不等於智慧 有智慧的人 他就一定會意識到自己一定有盲點 自己一定有想不到的地方 自己可能在某一些方面呢 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呢 這個能力要處理真正的政治事物 真正複雜的政治事物 那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說必須得要有一個團隊 而這個團隊啊 一定要內部互相尊重 一定要精神合作 大家互相補充 取長補短 最後才能把這個事業做成 沒有這種精神 那種啊 悟空一切至高至大的 如果在生活中做一個普通的人 甚至是做一個生意上的小老闆 那是足夠了 但是如果要想從事政治活動 從事革命 那這就是愚人啊 那就是缺乏智慧啊 那最後失敗一定是 肯定的是一個失敗的結局啊 那文貴就是這樣的人 政治是不能夠搞當幹的 無論你的智商有多高 無論你啊 有多少的陰謀詭計 但是 你沒有一個團隊 你是做不成的 你沒有一批有能力的人 在一起 你是做不成的 所以說 大家一定要記住 不能夠學文貴那樣 悟空一切 在任何時候 都一定要有朋友 有戰友 有老師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才有可能成功 劉備 他一定要有這個 關章趙雲 一定要有諸葛龐統 才能夠成功 他靠他自己 什麼事也幹不上 曹操夠厲害 他一定要有 國家巡域 一定要有 許楚 典偉 這些人 他才能夠成功 李世民 千古一帝 他身邊 除了一批武將之外 他還要有謀成 還要有 黃賢林 杜如慧 過去說 防謀杜斷 黃賢林 善於謀劃 而杜如慧 善於決斷 這就是這麼一個團隊 他們才能把事情搞成 在古代 那個時候 社會形態比現在簡單多了 就是靠武力爭天下 都是需要那麼大的團隊 那麼強的團隊 才幹得成 那麼現代社會這麼複雜 循勢瞬息萬變 所以我們的團隊 需要更有能力 我們需要吸收更多 有能力的人進來 那麼你要想把這些 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一起 那就一定心胸要開闊 一定要把自己的姿態擺低 不要把自己搞成一個老闆的樣子 那是做不成事情的 不要把自己搞成好像是一方霸主 非常有霸氣 那是做不成事情的 後期生而生先 這才是真正的 做團隊的這樣的一個道理 做團隊領袖的一個道理 所以我現在提出來 給所有的這些有志之士 有識之士大家參考 現在接著郭文貴這個事件 我給大家提這麼一些忠告 那當然了 不僅僅是這些將來有志於領導中國 民主革命的民主轉型的這些人 要從中吸取教訓 普通的參與者也要吸取教訓 你不要以為我就是支持者 我就可以隨便的亂來 不是的 你如果支持錯了人 你如果支持錯了團隊 你如果輕易的受騙上當 那麼對民主運動 對中國未來的前途 對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 也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 郭文貴在他爆料之初 是對中共是有衝擊力的 那個時候我們支持他是對的 但是他後來不爆料了 到2017年 印章是919那次爆料之後 他基本上就不爆料了 因為他跟中共 給他許諾了一些東西 讓他去跟中共勾兌 讓他去對民運進行攻擊 那個時候 我們大家看出來了 就不能再支持他了 再支持他 那就是做對中共有意的 是對中國不利的事情 那麼怎麼樣能夠實行這個轉變呢? 很簡單 大家一定要有獨立的思考能力 大家對任何政治人物 我告訴大家 任何政治人物 不要把他當成神 不要把他當成永遠正確的 不要說我一旦支持他了 我就一輩子要支持他 沒有 全世界沒有一個人 值得大家這麼信任的 任何人 大家一定要 對他打一個問號 隨時對他打一個問號 說的在你的就聽 說的不在你的就不聽 這才是現代社會的公民精神 這才是民主要求的公民的態度 過去郭文貴灑了那麼多的謊 過去郭文貴說了那麼多的下流話 居然還有這麼多的人支持他 這就是大家的公民素質還不夠啊 當然我不是說批評大家 我們在共產黨的這個毒害之下 數字不夠 這是正常的 但是每經歷過一件事情 我們就要有一次改進 吃一欠掌一次 這個總是可以的 好我也希望 我也相信 大家一定會從郭文貴事件當中 吸取到教訓 我也和大家一樣 從中啊 不斷地總結出 我們自己啊 應當哪些地方應當改進 應當更新的 應當提高的 今天呢就先講到這裡 下一次跟大家再聊 謝謝大家 再見